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真的 這裏面真的影響好重好重 你要跟你報認什麼 或者是要求什麼 我現在所看到的 是雪落某某某的樣子 有有有 我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 你怎麼都要放棄 那種感覺這樣子 是不是三聲這樣 請請請 媽媽 裡面 哇 我覺得裡面這影劑好重喔 今天我們還要走下去嗎 我腿都軟了 我現在在那邊休息一下 繼續 繼續把它擋 我們趕快 協議什麼時候才可以解釋 我腿好重喔 今天給她 我幫你 好緊啊 不要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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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什麼 人影啊 建議 跑不容易不要緊好不好 我給妳想說 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看你现在在哪里 没有看到椅子黑色的 所以说我想说你所看到的东西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我觉得 不然这样子我在前面好了 那我们赶快把这个整个情况 把它连贯起来 把它说清楚 不然整个观众朋友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发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你那一点啊我已经哭到崩溃了 我只有一句话我真的快昏倒 这是哪里 我可以跟你讲 什么声音什么声音 应该好像是门开门的声音 这边有铁门吗 我外面穿过来的吗 那是初学不要再吓我了我受不了 我们刚才有铁门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 对啊 吴哥 这有没有可能是人家传说中的太平间停事件 有没有可能 因为怕人家进去所以用铁门关起来 有没有可能 哪有可能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医院里面最小的一个角落就是这里了 我想这个来来往往通常都在这个地方经过吧 不要我死都不要 鸡鸡 好啦就算说是停事间现在也没尸体啦 对不对 我不要 实在是停事间也没有尸体 为什么你们非要去找那太平间干嘛 因为听说太平间是阴气最重的地方 对没有找到 然后想说帮他超度这样 可是现在太平间已经没有尸体了 要帮他超度了 你们还是不敢走进去吗 是没有尸体的 可是听说那种灵界的应该是蛮多的在那边 所以我们想要去做个超度的仪式 对 电话会响 他说他们确定有点电了在耳朵 那些耳朵都没在耳朵 刚才我听他解释过 他说除了阴阳营以外还有阴阳耳 阴阳耳 所以他们听到了声音 对对对 所以各位每次在VCR里面可以看到 像有阴阳眼跟阴阳的两个配合起来 他们能够跟灵界的很能够吃过感应 那才有能够了解灵界 一定要这两个同时可以 才能够了解灵界 这个地方灵异的现象到底发生了 你有听到那个停吗 我有听到 那我也阴阳耳耳 我也听到了 那这应该能解释 因为好像我们以前就打铁门 那个没人 铁门自己哼 对 只要那个铁门那个部分 那如果我们大家听得到 那铁门的声音就不是传出于灵界的 就有可能 不是 不是传至灵界 不是传出于灵界的地方 因为有的时候在BCR里面 有些声音就是 他们会觉得说有 可是我们有时候会听不到 对 因为那个东西就有可能是灵界的 在灵界 对 不过我想请教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刚刚就知道 就是医院里面是 最阴的地方 有可能有很多人死在那个里面 但是我在想 一般那个家属 应该都会做一个超度的仪式 对 那为什么这些鬼魂 还是会回到这个地方 是因为它没有被超度过去呢 还是说这些鬼魂 可能还念念不忘一些什么东西 再次回到这个地方 基本上是这样子 人超度完回去了之后 他会到王室城 比如说我们现在 阳间的这个湖墓的地方 那么人要到转世 一定要记彼他出生的 从出生起算144年 那耶稣他100岁死亡 他要在阴间144年 那这4年随时又要放假 那一定要到回来他死亡的地方 是这样子 所以才会回来 所以是被人说还不到去投胎的时间 他可能会回到他死 或者是很多地方去 对 峰墓啊或者哪里去 对对那亲人家里啦 对 现在他10年的亲人啦 还有他死亡的地方 邀请我听他说你爸爸是你三个人 我如果在病院的外面去赴到 那梦子呢 这是我小孩的时候 我们赌亲 他暗时睡到差不多11、2点的时候 很小时 以前浪漾时代 大家都真的聚好来留下的时候 想说要去一个休止亭 吃冰 他从这条航海过 这条航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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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一个航海 在这条航海过的时候 他看一個人 民鄉這個狀態 我們父親叫他 你是什麼人 你是什麼人 以前 人群蜜蜜的時候 大家住一間一間 都沒有一間 所以 如果所有大的人 普通我也知道有食材 他就這個怎麼沒食材 他就問他 你是什麼人 你是什麼人 都沒有 對 你說沒有人要做壞的 對 都沒有人 我們父親就跟他大聲說 你是什麼人 怎麼不說 他跟父親就變成大聲 對 都沒有 剛才平手 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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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高的腳 我們小時候 腳高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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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父親說 另外 我們女生是從我們 女生是從我們對方 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你們沒在那裡過 對 他說我們聽 我們父親去 去 收集中吃冰了的時候 倒回來 都不敢過一條路 都對大條路 又靠倒回來 走開 然後走開 走開 走開 那種的平衣 又有在營業嗎 那種的平衣 又有在營業 那種的平衣 又有在營業 那種也是算炸 炸雞的時候 對 這個平衣 這麼久了 以前 魚還沒那麼多發達的時候 從日本時代就開始到了 這個平衣 興隆超多 但是剛才高通 這麼沒有 沒有這麼發達的時候 有的失業 跟幾六天 也這麼有意圖回去 所以在那裡 有一些貴運 照我的親信 絕對 不過在這個醫院裡面 有這麼多的鬼魂 待會兒 丁維 你們是不是會做一個 隱魂的儀式 對 要做一個超帝隱魂的儀式 而且聽說還會有一個人流血 我們一起來看看 而且是從日本帶回來的 我們這個靈異檢測也要用在這個地方 對 好 我覺得不要 我覺得我們不然 我們到那個手術室 手術室去處理好了 我說去手術室做 不然可以 對 我跟我們一樣 我把他們呼叫到那個地方去好了 可以嗎 我把牽引過去 可以嗎 為什麼這樣做 我覺得不要好了 太冒險了 來到醫院的刺陰之地 手術室 靈異最前線的外景小組 要在這裡做一場 減輕亡靈痛苦的超渡儀式 而在超渡之前 首先得先招臨 在林雪老師的指導之下 靈異兼兵丁維 以及傑怡來到醫院的中庭 在這裡 大夥把地上現有的落葉 一一收拾起 然後再把葉子一片一片的 粘綁成一個草人的樣子 之後把這個完成的草人 小心翼翼地請回手術室 把它放在手術台的正床頭之上 我們希望利用這個草人 產生一種神奇的復齡現象 並且點燃白蠟燭 配合米酒 銀紙的供養 把醫院內的靈界朋友 吸引到手術室來 參與我們的超渡儀式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這個招回儀式 那麼我丁維還有傑怡以及豪哥呢 在這邊希望所有在這個手術台上 因為疾病或者是沒有辦法自由往生的 這些病患者都能夠在這個 手術台上以及我們這個招回儀式 能夠趕快附在這個草人的身上 那麼我們非常誠心誠意的 希望你們能夠幫你們早日解脫 早日到西方族樂世界 所以呢我們今天都在這邊準備了 有米酒 紙錢 還有這個陰陽香 都是要奉奉你們的 沒有給她的腳要不要往上跑 她的腳是走 我的媽咧 她抬起來了 真的有耶 1 2 3 什麼東西 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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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他真的不對喔 因為騎板車的那個人 突然就轉過頭來看我們 什麼 還有一個人騎板車 有一個人騎板車 可是當他轉過來的時候 我們大叫出來 真的是大叫出來 然後就真的整台摩托車摔在地上 因為我們沒有想到原來 轉過來的臉是這麼可怕的 他的這一半我可以清楚的看得到 其實五官都還在 但是已經 又已經就是腐爛 你可以看得到眼珠 還有一周 沒有 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地上 找人 我們可以工夫 然後不可以 我們可以學好